大家好 我是文瑞 最近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就是阿里和腾讯开始大规模的裁员 我看到有的媒体这么形容 用这样的说法就是万人大裁员 怎么说呢 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它能够非常真实的 深刻的反映了中国目前经济的现状 谈到中国的企业 很多人就能想到这个BAT 阿里腾讯和百度 当然最近这些年百度好像并不是说那么有影响力了 但是起码谈到阿里和腾讯 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企业是中国的标杆旗 能在这两个企业工作 那就是非常有面子了 然后这企业的话 它整个的待遇和福利都非常好 给人感觉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说连阿里和腾讯都在大规模裁员的话 这个中国经济真是情况不妙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对吧就是什么呢 就说你对比国外 最近这些国外的这些IT企业 你像什么亚马逊 苹果 什么甲骨文 包括什么谷歌 微软等等 这些企业他们都是发展的特别好 蒸蒸日上 股市一直在往上走 大家都看到了 发展的非常好 那为什么中国的IT企业就不行了 对不对 你看在国外这些IT企业 他们发展的好 这个原因是显然一见的 对吧 就是说最近这些年大家都在家里面 这个娱乐学习工作 那么需要大量的这个终端 对吧 手机啊 平板啊 电脑 那可能就是相应的设备制造商呢 就赚了很多 那么这些人拿到这些终端以后 他们就要使用大量的网络服务 那么这些IT公司 刚才有提到的这些IT公司 他们就赚的是盆满钵满 然后相应的一些 就是这个零组件的制造商 比如像这台积电啊 三星啊 美光 SKINX这些企业呢 也赚的是非常非常多 整个形成了 在这个圈子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这个事情他很好理解 那么有人说了 那中国也是一样啊 中国这些年大家也是在家里面啊 学习工作办公 对不对 使用网络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 为什么中国的这些IT企业现在就不行呢 还要裁员裁这么多人呢 这个阿里腾讯呢 这是最近我们看到的 其实从去年 大家就看到了 有很多这个IT公司 他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裁员 经济效益就非常不好了 为什么情况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为什么在国外 这个和国内 这些公司的境遇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原因在哪呢 咱们今天就来仔细来聊聊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从哪开始说呢 就从YouTube开始讲吧 因为我是YouTuber 我对YouTube可能比较了解 YouTube 它的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靠广告嘛 对不对 就是很多这个企业在这个YouTube打广告 打完广告以后呢 然后呢 他就收起这个广告费嘛 那么 为什么企业会在YouTube打广告呢 大家觉得 那有人可能说了啊 是因为看YouTube的人多嘛 大家你说现在就是 大人小孩对吧 拿的手机都看YouTube嘛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而且看的时间还长 那你说这个广告效果就好呗 或者有人说了 这个YouTube 他的这个广告 这个非常精准啊 可能在某个地区 针对某个目标客户 他这广告投放出去 效果是非常好了 当然大家说的这些点吧 都是 就是很客观的啊 这也确实是YouTube 他的这个广告效果好 他的主要的原因 但这些是最核心的吗 这个原因很重的 那并不是最核心 最本质的原因 那大家可能想不知道 了解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因素 就这么说吧 比如说有一天 这YouTube给我打了一个广告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非常需要的 我非常非常想买 我也觉得 我很感叹说 YouTube这广告 打得太好了 太及时了 投放太好了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没有钱 去买这个东西 对吧 去买这个广告里面 提供的这个产品 或者服务 这是核心 对吧 我打开我的荷包 发现没有多少钱 对吧 算了 忍一忍吧 不买了 那么如果我这个地区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 那你这个YouTube 你这个广告服务做得再好 那么这个广告商 他在你YouTube 打了广告以后 他发现 他的销售额 也没有太多的提升 对吧 那么这个广告商 就是打广告的 这个企业会怎么办 他只能会撤广告 对吧 我把钱给了你这么多 对吧 给了YouTube 给你这么多广告费 对不对 你做了广告了 最终我的这个 就是说销售也没有上去 那我为啥要在你YouTube里打广告 对吧 总之 不论你这个YouTube 玩得多好 最关键是什么呢 老百姓手里得有钱 这是核心 大家明白吗 你就是这些事情 你看着很复杂 其实他的道理 就是跟以前都是一样 他就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一个道理 你再比如说 这个你举这么个例子 他就可以想 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比如有两个 就是说百货商店 百货商店 他们所有 所有的方面 全都是一样的 百分之百相同 咱们做这样一个假设 但是一个百货商店 是在这个穷人区 一个百货商店 是在富人区 所有的地方都一样 只有这个差别 而且是人流流量 也是一样的 甚至穷人区的流量 可能更多 他们去百货商店 比如蹭WiFi 或者蹭一些什么 冷气等等 这边人可能更多 但是你就能够清晰的看到 其实这穷人区 最后这百货商店 可能就得关门 因为大家没有钱买东西 只是在里面 就是转悠 就逛街 对不对 看一看 最后他不下单 你这个百货商店 就得关门 富人区 可能相对流量 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大家都有钱 来了就买东西 富人区的百货商店 他整个状态就会很好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这些ID企业 为什么不行 就是大家手里没有钱了 对不对 没有钱了 以前你说我逛个京东 逛淘宝 对不对 可能逛一次 我就随便就买点了 因为手里有钱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是吧 可能就是我来了以后 非常小心谨慎 可能有很多女士 还是会逛 但是可能逛个十次 可能才下一单 这一单 可能他的钱也比较少 你说京东和淘宝 他中间赚的手机费 就少了 对吧 进去的人还是那么多 甚至并且更多了 但是里面产生的 这种交易量大幅降低 这个就是导致 这些中国的IT企业 撑不住的原因 你像美团 对吧 以前大家就 对不对 有事没事就点外卖 对不对 但现在没有钱了 都得自己买材料 自己做 这样更省钱 是吧 可能美团这边的情况 也就不行了 也就是整体中国的财富 在大幅的缩水 除了一些很少数的人 他们非常有钱 他们基本也不用 需要什么太多的消费了 因为他什么都有了 对不对 底层的老百姓 大家都变得很穷 甚至很多中产 以前能花得起钱的中产 对吧 因为什么断供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都在大规模的返贫 所以大家都不消费了 对不对 你整体你这些IT公司的 你玩得再好 对吧 你的技术再高明 那也不行 对吧 就像大街上 以前比如说有耍杂技的 对不对 你耍杂技 你玩得特别好 大家一鼓掌 全都给你扔钱 是不是 你这个钱 装钱的袋子就满了 现在大家只是跟你吆喝 大家都里没钱 只是看 围观的人还是很多 甚至更多 但是没有人给你扔通完 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你玩得再好也没用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 这些IT企业的困境 它必须要依托于 中国底层的民众 大规模的民众有钱 它才能够发展得很好 但是情况变了 情况变了 中国现在你就从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中国现在 经济的这种状况 像其他国 像韩国 对吧 韩国的最近这些年 也有很多人 实际上韩国有一个 非常坚实的中产 他们还是能够花很多钱 最近这些年韩国的 好车销量是非常高的 就是因为这些有中产 他们可能不能出国旅游了 他们还想消费 他们可能就都换车了 最近韩国 整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 在不断不断的往下走 最后它已经开始触及到了 整个中国的最顶尖的这些企业 阿里腾讯 那么再往下下滑速度 一定是会非常快的 就是说还是大家得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可能我老这么讲 可能有些还是有一些意见 但是大家你们自己去琢磨琢磨 阿里和腾讯 他们现在都这样了 那未来会怎么样呢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